宣布有新增20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台湾星期二宣布新增20例个案 都是境外移入 没有本土个案 累计确诊者总共来到215人 而案205是一名5岁女童 是继案175之后 第二个5岁以下的确诊儿童 两名儿童主要都是发烧症状 有一位是5岁的小女孩 跟着她的妈妈员工的旅游 到土耳其旅游 她是3月11号到19号是去土耳其 19号入境 当时她21号才发烧 住院之后她是由案父陪同 进入这个负押隔离 那另外她的案母是在居家隔离 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长 周志浩表示 根案205同行的人数有27名 同行者有一位曾经出现咳嗽 及喉咙痛症状 裁剪结果是阴性 台湾境外移入个案 没有下降趋势 指挥中心防堵疫情 回溯了3号到14号 从欧洲中东入境者 以及8号到18号 从美国东亚入境者 将返国后曾经就医的民众 召回居家检疫并裁剪 而针对接下来中国湖北 可能解除封城 滞留当地台湾人 可能成为下坡反台潮 指挥中心这么回应 陈时中表示 原则上湖北解封后 从湖北入境台湾的民众 待遇跟其他地方入境的民众 都一样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辉默 黄烟玲 台湾台北报导 好 得今天再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